关羽从北伐到兵败被杀 前后近半年时间 这半年内刘备和诸葛亮 没有对荆州战区进行任何有效支援 联系到诸葛亮 后来劝刘备杀刘峰 一直有人质疑 这是诸葛亮考虑 关羽和刘峰一样 一代之后桀骜难治 假守东吴杀死了关羽 不过之前的人只是质疑 并没有挑破这件事 真正挑破这件事的是国学大师张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的求书中直接说 借刀杀人除掉 关羽动机最强的就是诸葛亮 此说田于庆先生在秦汉未尽史探威 一书中也有提及 虽未展开讨论 但基本上是同意太炎先生的意见 其实这是个误会 就算诸葛亮和刘备都在为将来流产 顺利接班做考虑 像假守渔人 除掉关羽 也不可能顺便连荆州都一起送给东吴 虽然刘备当时已经攻占汉中 但荆州仍然是原计划中 与曹操正面对抗的主战场 而夺取汉中只是为了扎紧篱笆 保证一周得战略安全 所以于情于理 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借刀杀人 而且刘备在汉中局面稳定下来之后 实际上已经在着手协助关羽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派刘峰从汉中出发 去协助孟达攻占东三郡 也就是上庸 防灵西城三郡 孟达在出征上庸之前是一都太守 属于草州战区 所以关羽在北伐襄阳局面战优之后 就派孟达也北上进攻上庸 刘备此时则派刘峰到上庸去统一指挥和统帅东三郡 看一下地图就知道 相反 江陵和一都大体上是一个三角形 而上庸在江陵到相反的侧翼 关羽北伐是从江陵公安一带出兵 其实是孤军深入 所以一开始孟达并没有出动 是在关羽在相反进展比较顺利的情况下 孟达才从紫规北上进攻上庸 就是要占领东三郡保障侧翼安全 上庸和汉中有汉水鼓道连接 拿下东三郡和相反之后 就等于把汉中到相反这一线以南地区全部收入囊中了 而且在关羽将曹仁和曹操派来的主力压制在相反之后 东三郡已经和曹魏隔绝 进攻起来并不费力 孟达本有四千步曲 而东三郡曹魏并没有派驻大军 是由当地豪强 深夷深丹兄弟占据的 孟达攻杀 防陵太守快齐后 深夷深丹投降 也很快就占领了这里 一度在今天的宜昌 夏侠子归 乌县等地 宜陵也是一都辖区 从长江水道而言 在荆州后方控制着三峡水道 保障荆州和江州之间的水路联系 位置十分关键 而这一段长江水道 是从西北向东南的倾斜走向 如果这段水道被敌手控制 荆州就和义州失去联系了 义州也无力救援了 而东吴偷袭荆州 恰巧选择了关羽 在相反困于奸程之下 孟达也已经率兵 北上进攻东三郡的时机 而且东吴的这次偷袭 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吕蒙先率领大军偷袭公安和将领 由于弥方傅士人开诚投降 关羽马上就失去了根据地 三国之路迅传记载 于览迅书 有签下自托之意 义大安无负所嫌 迅据起形状 臣其可擒之要 全乃前军而上 使迅于吕蒙为前部 至极客公安南郡 迅静进 令一都太守 拜辅边将军 风华亭侯 被一都太守 凡有伟俊走 朱成长力 及蛮夷军长皆祥 训请金银同意 以假寿出负 逝岁建安 二十四年十一月夜 训遣将军礼仪 谢经等将三千人 公蜀将瞻雁 陈凤 一将水军 京将步兵 断绝险妖 及破雁等 声祥得凤 右攻防陵太守邓府 南乡太守郭牧 大破之 子归大姓文部 邓凯等 和一兵数千人 首尾西方 训复布京套 破布凯 布凯拖走 属以为将 训令人又知 布帅众还祥 前后斩获招纳 凡数万计 这之后 吕蒙驻守荆州 而为这次偷袭出谋划策的陆须 则马上被孙权拜 为一都太守 继续沿江袭击 陆训率军 马上沿江逆流而上 迅速攻占了 子归和诬陷 接替孟达担任 一都太守的凡有投降 荆州和一州之间的水路 联系被切断 这样 关羽和孟达就完全成了孤军 处在吴军的右行包围之中 而这时候的刘备 就算是有心救援关羽 也是要大费周章的 缓不济急 这也是为什么 在关羽腹败之后 孟达也只能向曹魏投降的原因 因为他回一州的后路 也已经被吴军切断了 如果要回一州 唯一的可能就是 沿汉水向西北 进入汉中地区 而在当时的条件下 上庸到汉中 都是山中古道 崎岖难行 小谷人马 还可以勉强通行 大军就不太可能了 如果为军追击 楚京就很危险了 同样的事情 在几年后 刘备东征伐吴时 又再次上演过 刘备率军东征以后 迅速攻占了 乌县和紫规 并以紫规为大本营 陆迅则相应的收缩兵力 退到101代 引诱刘备大军进入三峡水道 但封锁了三峡出口 三峡地区流急贪险 大军行动不便 刘备只能一面派 黄权率一部分军队 进入江东的东三郡地区 防备卫军自己则只能以主力 进入江西的山区 连营七百里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 陆迅用火攻击败了刘备 刘备放弃船登岸 试图在马鞍山固守 陆迅命吴军围攻 刘备只能趁夜逃走 基本上全军覆没 之后 刘备沿路路 逃至乌县引息的渔复 才算是稳住阵脚 收拾王散 会和援军 而渔复以东的乌县和紫规 都被吴军重新占领 这样 黄权所率江北驻军 约二万人也和关羽 孟达一样 失去了以大军团返回一周的归路 最后也和孟达一样 只能向曹魏投降 不过黄权所率军队就地解散了 并没有全部一起投降 投降的只是一小部分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从东吴出兵偷袭到 关羽兵败北沙 前后一个月时间 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 没有救援的原因了 就是因为东吴已经占领了紫规 乌县和西陵 完全控制了三峡水道 关羽根本没有机会 直接逃回一周了 一周同样也完全来不及救援关羽 也是因此 关羽在看到形势危机之时 第一反应并不是立即向一周求援 而是派人到上庸 要求刘峰 孟达 出兵接应 兵败之后 关羽逃亡的目标 也并不是一周 而是先去往东三郡 然后再做打算 这就是因为这时候 一周根本来不及救援 唯一有可能救援的 就只有东三郡 而所谓的关羽 北秦的地方 距离一周地界 只有30公里 也是指从邻居到房陵的距离